打完这一群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举角 是联合力舰2024B的演习结束之后 现在解放军有最新的动作 这是根据大陆的官方媒体 央视新闻还有上海东方卫视 现在都陆续播出了解放军陆军 这回是选在穷州海峡的海域 要进行火箭炮对海的实弹 射击的演习的新闻片段 一下来看 指挥所根据打击目标信息 决定诸元 回船至射击阵地 瞄准手迅速朝整标尺 摄像展开实弹射击考核 全一射击 102号目标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这是一项被认为是 攻台主力部队之一的解放军 第74集团军 他们在演习当中 进行了火箭炮弹的射击 以及两栖作战的演练 报道当中也进一步的指出 两栖装甲部队联合海军登陆舰 进行跨昼夜的演练 目的是要提升部队的海上作战能力 回过头来来看到 是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14号发动名为 联合力界2024B的围台军演 当然现在引发的是各界的关注 同时今天台海议题也成为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讨论 重点议题之一 现在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他就被记者问到说 中国的围台军演 如果他之后真的是总统的话 对于中国可能的武力犯台的行为 或立场 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那现在贺锦丽就重申了 他说他说过非常多次了 还是相信一中政策 也会坚守这个一中政策的路线 但是他同时间也相信 台湾是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好 不过对于到底会不会 出兵协防台湾呢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模糊回答的 因为他先前在接受CBS专榜的时候 就拒绝回应说 美国到底会不会应对 北京犯台的可能性 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是不是会出手协防台湾 出兵协防台湾 他当时就表示说 美国不寻求冲突 而在两岸的冲突的议题上 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 维持一中政策 好 这个政策 其实他也再次说明是 包括了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 还有确保台湾的航行自由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围台军演之后呢 五角大厦现在高层也有所表态了 这是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蔡斯 他则是要敦促台湾的立法院 要支持国防预算 他重申美国会运用所有的工具 来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力 而美国一贯的立场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好 不过他同时也提到说 解放军是以赖清德总统双十文告的理由 来举行军演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反应过度 而且是破坏稳定的 那对于说 现在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很多家媒体有新的分析了 这个是纽约时报进一步解析说 北京这一回是把中国大陆的海警 参与了这个大规模对台 军事行动常态化 他清楚也表明说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认为 台湾是有挑衅的行为的话 那之后就会按照 这一次军演的规模来以此回应 甚至说会更加的广泛 更加的强烈 而其中他也提到说 北京是试图要把台海内政化 封锁围堵 被视为是国内事物 那中国大陆海警 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的话 就是非常的关键了 因为呢 如果这个战事真的爆发的话 其实敌舰 就是外国的军舰 会避免攻击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不然有可能就会被北京 拿来做文章了 而就在围台军演之后的隔一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5号这天 他是到了福建的东山岛这边来视察 其实这个东山岛呢 对于两岸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跟政治意义的 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 东山岛战役 当时是国军最后一次 大规模反攻大陆的战役 而其中在东山岛的南部的大城湾这边 其实是解放军对台登陆 作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好 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是在15号这一天是到福建这边视察 那其中他就到东山岛这边视察 不过他是没有到任何的军事设施 这里来查看的 但是呢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巧合 当然引发外界非常多的讨论 而现在退役中将帅化民 他就进一步分析 东山岛其实是对台军事行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跳板 习近平在围台军演一结束之后 就去这边 显然是相撞无减 比如我们变成危机的时候 是因为看到东山平潭 在做大规模的军演 那换句话说 要犯台的跳板就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在厦门前面 经营的金门 马祖对大陆来讲也是这个意义 他在经营东山平潭 也不就是武统台湾的一个重要的 所以习近平不去折以去 都是有含义的 因为这个地方什么叫红色基因 因为那个时候十几年前 几十年前 这边的地方就有任务 就是说将来为 征服台湾的一个跳板 在那里做准备工作 习近平他在围台军演之后的隔天 15号到16号这两天 他就现身对台最前线的福建省来视察 并且还到共军的演训调地 东山岛考察 习近平虽然说 他没有到一些军事的重要的设施来考察 但是他强调是要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 重点是要增进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 中共解放军14号对台展开突袭式 为台军演大陆国家主席 紧接着15到16号就出现在福建考察 习近平首先就前往离台湾 直线距离约260公里的福建东山岛 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视察与港 真心的祝愿你们日子越过越鸿鸿 央视新闻联播特别原因播放习近平向当地愚民喊话 而这个地方东山岛深历来解放军多次展示对台登陆战力重要的野奇场所 他也走访官邸文化产业园 习近平听取当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 他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要保护好传承好 官地是两岸都有的民间信仰 海峡两岸官地文化旅游节一已经在当地迈入第三十三年 习近平更表示要进一步增进台湾民众认同 他也到厦门自贸片区听取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报告 走访的地方几乎都和台湾有关 而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围台军演后表态了 贺锦丽在机场被媒体追问白宫是否会提供武器给台湾 贺锦丽并没有回答 但她重申支持一中政策 也相信台湾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出席芝加哥活动时被问到台海安全议题 他回避是否会派兵协防台湾 紧强调如果他再度当选 北京就不会侵略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特别喜欢他 我特别喜欢他 一些荒品的图表 并且认识